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联想莱库27寸2K 240Hz的电竞旗舰W2729 它采用了一块LGD-WOLED的原装模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莱库W2729采用了环保的褐色纸皮 包装的右侧印有机器的外观 我们来打开它的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底座,一个支架,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条HDMI线,一条Type线,一条USB上行线 一份说明书,保修卡和一份校准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测试的空间是SRGB 测试的仪器为科美的CA410,平均色准值小于2 这个表现是不错的 但它测试样本偏少,还需要我们后面的验证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自家在卡紧面板本体就说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正面传了四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部设有一个电源指示灯和一枚五项摇杆按键 侧面来看,面板部分非常鲜薄 厚度仅为5.8mm 底座为全金属材质,支撑性不错 背面做了一个小背包 小背包的上方是来库的logo 左右两边有橙色的条纹进行点缀 自家功能性方面 它支持升降、仰斧和左右各九属的垂直旋转 不支持水平旋转 接口方面,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以及一个3.5mm的音频接口 整体接口的丰富度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就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来库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以后的低转感受 它整体的观感是比较通透的 色彩艳丽 但不会过饱和 通过仪器的测试 它达到了135%的sgb容积 PPI为109 10G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一般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垂直条状排列 但并不是传统的RGB纸像素 而是RWBG四色像素 这使得它在显示一些 黄绿颜色场景下 会出现彩编的现象 OS菜单方面 整体缠了黑层的配色 UI的设计和拯救者系列 基本一致 操作的方式是底部的 五项摇杆按键 我们来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通过一切测试 默认出厂为6394K 菜单中的色温选项 还提供了暖色、标准、冷色、 低蓝光以及使用者设定 通过实际的测试 低蓝光模式下色温最暖 为5151K 而使用者模式最冷 为906K 色域空间方面 它默认是D4IP3 菜单中还提供了 SRGB模式的开关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P3模式下的表现 色域覆盖率为95.9% 平均色彩值0.81% 最大色彩值2.54% 表现不错 S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9.4% 平均色彩值1% 最大色彩值2.45% 整体表现也是很不错 另外 它还支持联想的LDCC桌面套件 这个软件 可以对显示器的亮度 对比度 响应参数进行调节 以及调用虚拟准形等功能 SRGB亮度方面 来库W2729存在ABL机制 FPS模式下亮度最高 在1%到25%的白点窗口下 最高的亮度为402L 从26%的APL状态开始 亮度会逐步下降 直至全频亮度为262L 其次 标准模式下 5%的APL状态 可以达到384L 版本全频亮度 则在251L 进速和RTS模式 则在25%的APL 才能达到最高亮度 实测分别为280L和263L 同时 它们同样会在26%的APL状态 开始逐步下滑 直至全频白点窗口 亮度为183L和173L 整体来看 它的SDR亮度调教和表现 相比同类产品 是激进且优秀的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黄色部分在260L左右 边缘红色部分 在220-24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 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7% 表现是非常优秀的 切换到色度模式 全频色温在6200K 到6400K之间波动 边缘的绿色区域 在6400K左右 整体的色温均匀度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 切换到全频黑厂 由于OLED的特性 屏幕处于不发光的状态 因此它不存在漏光的现象 同时 因为OLED纯黑的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无限的对比度 但在日常的使用中 因为环境光线的反射 如图 整体的表现 介于J-OLED和42寸WOLED之间 相比第一代34寸QD-OLED 它依然是好上不少的 可是角度方面 通过肉眼的观测 它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同时 我们使用视角成像仪进行量化 生成它的视角雷达图 红色区域属于它的最佳视角 垂直角度达到了60度 水平角度在50度左右 角度对比度 几乎没有出现明显的衰件现象 整体的视角表现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ROG-PG-27AQD-M 是相同的 平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 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不属于PWM条框 但由于OLED的特性 它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平闪 在250尼特的白点亮度下 平闪波动深度为10.91% 同时 我们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整体的曲线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WOLED 是差不多的 实测 手动最低白点亮度为10尼特 此时的SVM值最高为0.25 远小于1 属于是CIE不可见范围 但在低亮度的调节中 它还是存在一些射接压缩的现象 白点光谱测试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蓝光波峰在456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1.44%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再来看 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深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和Type-C接口 都是1.4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2K 240Hz 12bit的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0的规格 不支持FIL协议 也就是18G的带宽 连接PC只能达到 2K 14Hz 8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ss Series X之后 它支持4K映射 但不支持4K 120Hz 24Hz 50Hz 以及杜比世界的内容 连接PS5 它支持4K 60Hz RGB的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阵率模式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2K 120Hz 颜色范围为422 属MacBook Pro 16连接 在Type-C的直连下 它可以支持到 2K 48-240Hz的 可变刷新率和HDR 但不支持High DPI 另外 它的Type-C接口在实际的测试中 支持反向供电 供电功率为20V 4.5Ah 也就是最高可以支持到90W的PD供电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0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8毫秒 HDR性能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它具备像素机的控光 因此理论上 它拥有386万个分区控制 HDR亮度方面 它只有一种模式 HDR自动 通过实际的测试 1%到3%的APL状态下 松支亮度为720L 从4%的APL状态开始 亮度会逐步衰卷 直至全频亮度135L EOTF曲线方面 在梦的HDR模式下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1%到50%的灰阶 跟标准的PQ 几乎完全贴合 从50%到60%的灰阶 会偏离PQ 做提亮的处理 再从60%到80%的灰阶 开始做滚降的处理 逐步贴合标准的PQ HDR实景方面的表现 我们从松下UB9000家 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它的太阳核心亮度 最高为447L 前往海王小区块的高光场景下 它的最高亮度为551L 这样的表现 还有油画的空间 在岩浆流动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色彩还原表现是不错的 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表现 也属于是不错的水平 对于原生10比特的色深 它在大部分的渐变场景下 色界过渡都是很平滑的 但在一些低亮度的色彩过渡场景 还是会存在小许的色阶断层 HDR游戏方面表现 整体色彩通透 暗部细节还原也很不错 但在部分的高光画面下 两部细节会出现轻微的过曝现象 游戏响应速度方面 面板原生支持2004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2004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来库没有预设OD档位 实际用仪器测量 平均灰阶响应速度达到了0.29毫秒 在部分的灰阶转化下 会出现过冲的现象 实际用仪器测量 平均过冲为4.82% 最大过冲为21.6%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在它的最佳240Hz状态下 比T为3.32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体榜的第三名 表现很出色 实际在UF5运动轻易度的测量中 飞碟本体非常清晰 并且飞碟后方没有任何的托尾现象 游戏功能性方面 在菜单中有一个暗色增强 有四档可调 调到一级 暗部细节提升非常大 但会伴随着一定的发挥现象 刷新率显示方面 它支持49-240Hz的VR显示 显示的方式为数字 防烧屏机制方面 菜单中有一个图像保留刷新选项 开启后会对像素进行清理保护 同时它和PG27AQDM一样 都预留了用于像素位移的像素点 因此不会存在42英寸WOLED的画面裁切现象 体验的最后 它配备了双6瓦的扬声器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的音质表现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天榜的表现 拆开背面的小背包 我们可以看到一对音箱组件和一个金属屏蔽罩 我们先来看音箱组件 规格为8欧6瓦 拆开金属屏蔽罩 我们就可以看到驱动版和抵抗版 我们先来看驱动版 它的上方覆盖着一块金属散热齐片 将散热齐片移除 下方是它的主控IC 型号为锐域的RTD2738 这颗芯片我们在PG2712R和FINIPT8600上见过 它支持DSC以及VR 主控下方有一颗创维的GL9904芯片 它极慎的Type-C供电以及DP1.4OUT的功能 USB接口处有一颗USB3.0的HUB芯片 型号为RTS5411 用于实现显示器的USB上下型功能 TECON方面主控逻辑是LGDisplay自家定制的芯片 旁边有两颗滑棒的内存颗粒 和一颗4G的三星散存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面板部分 右上角有它的原厂面板贴纸 型号为LW270ASQ 这是一块26.5英寸 2K210Hz刷新率 原生10比特 雾面屏 2%的反射率 35%的雾度 原生8500K色温的OLED面板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的做工和用料 属于是不错的水平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它达到了135%的SGP容积 色域天体榜排名第47名 S在亮度方面 通过实际的测量 最高亮度为402L 亮度天体榜排名第67名 因为存在着ABL机制 它的全屏最高亮度为262L 以此成绩排名 它会排在131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 它拥有无限的对比度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肉眼的观测 和视角仪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是非常出色的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量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5.8% 均匀度天体榜排名第12名 表现优秀 S加单独色相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峰值亮度720L S加峰值亮度天体榜排名第26名 和静态对比度一样 理论上 它拥有无限的对比度表现 分区背光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 它拥有368万个分区控制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莱库W2729灰阶响应速度 达到了0.29毫秒 响应速度天体榜排名第5名 表现非常出色 运动响应时间的测量 它的BET为3.32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体榜第三名 表现同样非常出色 好了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 采用LG Display最新一代的 240Hz和WOLED的面板 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FPS游戏体验极其出色 2. 接口配置丰富 支持KVM功能 拥有90W的全功能Type-C 对于笔记本用户友好 3. 实际观感画面通透 P3和SHB的覆盖和射准表现 同样很出色 4. 拥有出色的可视角度 亮度均匀度 纯净的黑长 和极高的静态对比度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1. WOLED通并 使用RWBG四色像素 实际的质体清晰度表现一般 这显示黄绿颜色 边缘会出现彩边的现象 2. XDR实景亮度偏低 相比其他WOLED有油滑的空间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联想来库W2729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 做的还可以 喜欢你呢 那么点赞 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